作词 李宗盛 他都会有梦事 或者是 不是也不能这么说啦 就说 刚好遇到了 就这样 我跟你讲 2012年 我第一次在 洛杉矶希尔顿 演讲的时候 当天就有人 说他前天晚上梦到我 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 他说我就是他梦里的那个样子 跟他讲 说 你是难得的机会 你隔天那个活动一定要去 而且你 去了就要好好的抓住 不要又飞了 他跟我 当时还跟我讲 还欣喜若狂说 哎呀你看瞧不瞧 哎呀前天晚上就梦见你啊 哎呀真是有缘啊 对了 有缘要怎么样 2012年 他参加那一场 就没见过了 我就算去了他梦里又怎么样 对不对 当时讲的那欣喜若狂又怎么样 就长这样 因缘生 因缘灭 因缘来的时候自己要好好把握 就是这样 你看啊 我记得很多年前啊 那时候我刚去台湾 对刚去台湾的时候 也就是2014-205的时候 不是有旧学人 说 他也不认识我 他也没看过我 他说他坐在那边就 突然扑通一下 看到我出现 在前面讲 跟他讲 后来他来 他到那个会场还是什么 才发现 因为这个人不就是 我平常看到的那个人 那你说 悬不悬 瞧不瞧 妙不妙 但是 重点是 后面有没有真的因此 抓住钞码 然后修着成就 才是重点 是不是 就是这样子 所以咯 他说呢 这些经验分享 希望每位钞码家人 都能与导师相应 心想事成哦 是不是 你当时我当时大家都相应 大家都有同 同心一致的 希望这个世界会更好 就是你我的福气 对吧 对 你想的是这样子 他想的是那样子 然后这个社会 天天乱成一团 就不是你我之福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积极的推动 人还是多少有良知了 我们推动 今天把人的良知唤醒 只是我们要动作快一点 不然良知 他把它全部抹灭了 那就是恶 人性皆恶的 那一方面的东西 都献出来了 是不是 所以 能够用最快时间去 跟时间赛跑 是你我的职责 而人生中 人家说 能有几回罪 对不对 把这个罪 几回罪 他将写 是因为诗词的美 罪中 因为 不用去想红尘 的这些现实面 所以他觉得 这是一个美的画面 是不是 但如果人生 可以几回抓住 这真正的美的画面 这才是金生来的 真实意吧 是不是 而这个真实意 你我正抓在手上 正要把它做 大力的 如实的发挥 让人间变成净土 口号 或者是 那一点点的力量 是不够的 一定要大力宣光 你帮助 那你帮助 这个一切 就是 你帮助 这两个人 就有对 你帮助 你帮助 我 你帮助 你帮助